今天來有這麼多人我想講一些話 因為我的歌準備的不夠 所以我要講一些話來那個時間 多一下時間 多一下 我是嘉義 然後我從事了資訊工程相關的工作 然後呢 台灣目前其實 花費了蠻多 我覺得蠻多的那個金錢在於 那個電費的輔助上面 那我覺得 電費的輔助在政策上 可能是為了扶持相關台灣 比較有力的產業 例如說光電產業分泡耳機產業 那他們都是高耗能的產業 那所以政府每一年花了很多的錢 在輔助他們的工業用電 然後也導致 第一個是 如果台電虧損的話 繼續長人民的電價 然後第二個就是我們電 永遠都不夠 所以不太夠 所以或是感覺不夠 所以他可能會覺得 我們需要蓋新的核電廠 那 其實大家都知道就是 在前年 日本發生了三三一一大地震 那 福島和電廠 其實就有一些問題嘛 連我爸都不太敢去日本 所以 其實大家可以重視一下這個問題 那 我不是說 一定要馬上結束核能發電 但是是說 在某些程度上 我們可以慢慢的 讓核能發電的比例降低 那 我 我不要說通口說白話 那 那個 台灣其實 目前台電其實是有一些 就是備用 備用的那個電的那個核度 大概是在15%到20% 那其實核電在台灣大概也佔了15%到20%的發電 其實大陸算是那個 火力發電比較多 那 所以其實 第一個是大家節約用電 然後第二個是 其實 把某些油電的補助製造 那其實大家也可以用掌揭去 那 我覺得 備和加油其實是有機會的 那 只是 我們 願不願意做 然後還有 大家對於 呃 就是 這個 觀念的體認有沒有 就是 能不能知道一下 因為 其實有時候大家說 反而或配合 其實沒有數據提出來 是很難說服別人的 那我 今天大概拋出一個 那個 數據讓大家 可以去查一下 對 應該是沒有錯 我如果有錯的話 都不要遺忘 但是我 剛查而已 對 所以 基本上我是蠻希望 可以一步一步 像核電廠 尤其是 我每次去共聊看音樂器的時候 就看到 核電廠在那邊蓋房 其實共聊 音樂器 就可以看到核電廠 那 共聊音樂器 很廣次的是 共聊音樂器的戰術廠上 都會有台灣電機構思 那 但是 那上面的歌手 都是 反而 所以 我希望大家 如果可以多了解一下 就不要覺得 反而是一個 很 意氣用事 或者是很 沒有很理想化的一個 一個 一個口號 其實是有機會 那 接下來 這首歌 我講那麼短 哈哈 跟反而是沒有關係 哈哈 我要唱 我自己寫的歌 這首歌叫做 傾訴 那傾訴這首歌 是寫給 情侶 一些情侶 常常會在 大概三四年 五六年 七八年的時候 遇到一些問題 那基本上這些問題就是 走過去 而 我的探討 我探討 他們大概原因就是 新鮮感不足 那所以 針對這個 新鮮感不足 我寫了一首歌叫做傾訴 請大家聽看 謝謝 來 我愛 不要說 說你討厭 這樣平淡的生活 不要說 說你還 這樣單純的腳 不要說 在心底 沒有問題 我就要告訴我自己 我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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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輕鬆,我們之間,沒有一條大河流 告訴我,所有你想要的所謂的快 看著我,不要退縮,一起面對未知的宇宙 Yes, I'm ready to be with you 快抱緊我,別放外面世界的幽默 好一點,不是錯,只是我很愛你的大沉的眼龍 別說出口,請你再給我多一點點的停留 只想告訴你,I don't wanna lose 好想 wanted 起來 我天下 我天下 他 我天下 好輕鬆,我們之間沒有一條大的流 告訴我,所有你想要有所謂的快速 看著我,不要閃躲,一起面對未知的宇宙 Yes! I'm ready to be with you I'm ready to be with you 快抱緊我,別管外面世界多誘惑 話裡,不是錯,只是我更愛你單純的一口 別說出口,請你再給我多一點點的停留 我只想告訴你,I don't want to be with you 我愛你的天空,我一定不是錯 你是我愛你的單純的一口 別說出口,請你再給我多一點點的停留 就想告訴你,I don't want to be with you I don't want to be with you 謝謝大家